这期我们厉害了 为什么辉煌又烂 他们俩成功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这期的好好聊聊 我是教主 刘盛 这期我们又厉害了 真的厉害了 我们的来宾是赫赫有名的导演 我们赫赫有名的导演 会不会大家期待台太高 特紧张 呵呵有名 对我们现在请到了陈德森 陈导 欢迎陈导 大家好 我是陈德森 我们这次能请到陈导 主要是因为陈导最近出了一本书 这本书非常厉害 这书名我们估计就得解释一下 叫把悲伤留给电影 是 我们先请陈导来说一说 这个书名为啥叫把悲伤留给电影 就听着 我就很怕 因为有人在一开始就有人在问我 陈德森 你是发放那个负能量吗 我说不是不是 我因为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 我那个初中 我认识一个妹妹 就是学妹 然后我就跟她结拜 因为她也没有兄弟姐妹 就跟我特好 父母也早就离异了 结果她三十几岁的时候 她就为了感情就可能就是一个人嘛 就比较寂寞 就用了一个不好的方式就走了 用了一个不好的方式 大家明白我讲什么的啊 明白 然后呢 就那个时间刚好留情一条歌 就把悲伤留给自己 哦 那个时候我听了这条歌呢 我就特别有感触 就经常的唱K的怎么样 就唱这条歌 唱唱唱就 就好像把两个事情就连在一起了 然后后来又绝对要写书 那我就经历过那么多的事 那电影是有起程转合 当然有困难 有不好的事 然后最后怎么解决 我们所谓的真能量电影 就肯定有困难 有遭遇 对不对 我就把我生平的有些遭遇 都演变在我的电影里面 不管亲情感情 还是那个工作上的灾难 什么日常生活灾难 就把那个悲伤留给电影 可是你走出电影内上哪 还是真能量 还是明天会更好 这和我们脱口 就是脱口秀其实很像 就是把那些负面的情绪 放到作品里边 然后但是他衍生出来的东西 反而是能治愈人的 就怎么说呢 就是很多人可能因为这个名字 可能会觉得这书 可能会涉及到卖惨 所以回顾以前 特别惨痛的经历 但实际上描写的时候 陈导都是很一笔带过 有的时候 你仔细品杂这句话 会发现背后的事 可能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 你到底看了几页了 我很多啊 看了我看了 这我都折角了 一会咱们就好好 我跟我我在澳洲 我妈妈这段经历感动不了你吗 我在我的意思 大部分都不 这是卖不卖这书呀 咱们 但是脑子炸你 这里边没有那一段 哎哈哈哈 第七十六月讲什么 第七十六月讲的是这个这个是 你看哎 七十六月我折角了 七十六月我折角了 讲的副导演日子拼命三郎 哈哈哈 可以来 哈哈哈 古德昌你有看吗 我有看 哈哈哈 我有看我看的没有他那么 折角那么多 不是关键 直接已经开始管六双叫古德昌 我哈哈 古老是听了别生气 哈哈哈 哎呦我觉得这个这里 陈导今天一进来就给听众普及一下 陈导今天一进来就说好像在哪见到我 嗯 我说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像哈利波特 他说是 哈哈哈 一会端详了半天六双时候 我好像见过你 哈哈哈 发现长得像古德昌老师 我听着跟两个演员在开直播啊 啊 哎呦 那我我我其实看这个电影 看这个书的时候 我其实有点看电影的感觉 有点看电影的感觉 对对对 我我 我在里面其实特别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您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 有哪些事情是觉得一定要放起来 有哪些事情觉得不用放起来了 呃 我外国有个流行叫bucket list 嗯 就一个你的版 就中文怎么讲 就一院清单 对对对对 一院清单 嗯 就是说我我一直有写这个 比如说我出书 嗯 我出书 我要舞台剧 做舞台剧 嗯 我要拍个动画 现在都往这个方向再走 嗯 我想我有生之年 做一东西是自己可以 可以可以 就是死而无限 嗯 最近我又在网上看到一句话 我说我就是这样做 嗯 说你千万不要远大了梦想 嗯 哦 去完成你的短期目标 嗯 可能有一天你 你要敲辫子了 你的梦想还没有做到 嗯 你遗憾众生 嗯 寒恨而死 可是你的短期目标 一个一个做到了 嗯 其实你完成很多事了 嗯 你死而无限 就会忘掉长期目标了 哈哈哈哈 就坦坦忙 是的是的 所以我这个写书也是 嗯 因为我96年的时候拍了不定 就是成都电影 嗯 结果因为现场出了意外 嗯 爆炸 嗯 有一个道具组的 呃那个美术组的 负责道具的那个炸死了 嗯 那我就想离开这个行 不做了 电影不做了 嗯 我回去帮我爸了 不做了 什么事不做了 后来就看那本书 杨恰宜送给我的 嗯 那本书呢 就让我突然间有些领悟 嗯 嗯 领悟了以后 杨恰宜在那个书的后面 写了一句 一段 一封信 嗯 然后他就说 就是 这个机转唷的